觀眾朋友 您好 歡迎您加入1400的靜新聞 明天就是萬聖節了 在這個萬聖節前的週末假期 南韓發生非常嚴重的踩踏事件 就是發生的地點是在梨泰院 因為大家去參加萬聖節的活動 人潮眾多推擠之下 造成有高達151個人死亡 82個人受傷 甚至還傳出上千人是失蹤的狀態 所以靜新聞呢 特別加開了這一節的特別報導 要帶您在第一線 瞭解事情的始末 在今天新聞一開始呢 我們要帶您來連線的是 現在人在韓國留學的台灣學生 陳余貞 我們先請余貞要來了解一下 當時呢 為什麼在南韓的梨泰院這個地點呢 會發生這麼嚴重的踩踏意外呢 嗯 就是因為其實梨泰院 他本來就是週末會比較 嗯 怎麼說 他的夜生活很豐富 就是當地也是有許多 就是外國的餐飲 然後酒吧 舞廳 然後就是吸引這些大量的年輕人 就是參與 而且這個 就是這次的活動是睽違了兩三年才舉辦 然後是新冠狀以來 就是 呃 怎麼說 就是他是 就是重啟這個活動 然後也是室外不用戴口罩 所以當時其實警方就有預估說是 會有大概十萬人 就是十萬 大概人數會有十萬這樣子 會大量湧入 其實在旁邊也是有 stand by 了 但是還是有在大概晚間十點半的時候 發生這個踩踏的情況 余貞 我們想要了解一下呢 您說呢 其實這是新冠肺炎之後呢 可能南韓第一次開放 舉辦這麼大型的活動 那我們就想問了 這個事件呢 就是在發生的第一時間 你是有前往現場的嗎 還是你身邊有朋友有到現場嗎 我自己是沒有去現場的 但是我有看朋友從社交軟體 就是有pollet 就是當時的情況是人很多 我覺得基本上沒有辦法很自由地行走 大家都貼在一起 那個環境其實應該是很不舒服的 然後也有朋友是還沒有辦法擠進去 因為人實在是太多 是沒有辦法擠到那個 他們活動的中心那邊的位置的 那余貞 我們就想請問說呢 其實像你剛剛說的 這個現場人呢 預計啦 官方單位認為會有10萬人湧入 但是呢 如果馬路很大條 10萬人 其實很多跨年活動也都是非常多的人 我們就想問說呢 這個活動的現場 就是這個梨泰院這個地方呢 是不適合擠進那麼多的人嗎 就是我有看到說是周圍好像是有一些坡 然後寬可能只有4公尺 其實也不是說特別方便 然後推擠的那個受傷的方式也重說分裕 有看到說是可能是有就是毒糖果的事件 然後是為了要就是避免他們就是要調查 所以就逃跑 那你有說是因為可能是火災 但是因為這些都沒有被證實 所以是不能確定的 所以你們理解之下呢 這個現場你說有一點點有坡度 是不是因為真的人太擁擠了 有一些推擠之下 導致這樣的一個狀況發生呢 你有到現場 因為我們其實在台灣比較不知道這個現場 他接到的狀況 他就是大概是雙向車道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寬度嗎 因為其實我也沒有到現場 但是其實也是算可以 但是可能因為人潮真的是太多了 而且其實那邊交通也不是很方便 因為離太遠真的是到週末就會很多人 就是也不是就是在這次的活動以外 他本來就是因為夜生活是很豐富的 所以就是會有大量的年輕人 在週末的時候會去到那邊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您剛剛也提到說這個活動呢 其實在年輕人這個圈子呢 大家其實是非常期待 那在事前 在事發之前 是不是在您的交友圈 就已經很多人在熱烈討論要前往這個活動了 對 因為其實我的朋友也有問我要不要一同前往 但是因為我剛好 所以就沒有辦法一起去 那我們想要先知道 現在南韓的這個最新的處理方式呢 其實韓國現在已經宣布了 就是舉國的哀悼期會一路延續到11月5號 而且所有的什麼綜藝節目啊 大型活動都是暫停的狀況 我們想要問說 發生這麼重大的意外之後呢 現在南韓的氛圍是怎麼樣的 就是就是感覺是比較 就是稍微氣氛比較低落一點的 我感覺然後也有看到就是節目 還蠻多節目都在社交軟體上面 就是有公告說 譬如說今天是 就是有Running Man的播出 但是他們就緊急說 今天是停播了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也有不少人就是 收到這個緊急通知之後 就從外地回來 那現在發生這樣的這個事故意外之後呢 會不會在同學之間 大家也對於李泰雲這個地方越來越害怕 就不敢前往或怎麼樣的 目前是因為事發當時其實也是看到周圍有 不少同學是有趣的 然後因為我們 那個群組就是交換生的群組 然後他們也有就是 老師也有說 就是要在群組大概報個平安這樣子 所以大家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是還可以的 就是都有在上面 就是及時跟家人還有老師這樣聯絡 那據你所知道你說有這個 就是你們交換學生的這個群組裡面 據你知道現在因為其實非常嚴重的死傷人數 還有將近快要3000個人是被通報失蹤的狀況 現在你了解之下呢 有沒有在你們的群組當中有一些台灣人 可能也是失聯的情況嗎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而且有看到說是 駐韓的台北代表部說是死亡名單裡面 因為目前是沒有台灣籍認識的 那這樣子 現在有沒有相關的就是外交單位 給予我們台灣學生一些關懷跟協助呢 目前感覺是只有收到老師跟家人的 因為其實我早上 我晚上跟早上的時候都收到很多同學 就是問我有沒有事啊 有沒有在現場 然後家人那邊就是知道我有出去的 就是人就是親朋好友也有就是關心一下 OK 謝謝雨貞帶來我們現在就是南韓的最新狀況了 如果稍後呢有最新的狀況 我們會隨時跟雨貞做連線了 好繼續要帶你們來關心的是 南韓離泰院發生的這個踩踏意外 南韓總統尹祺悅從昨天晚上意外發生至今 已經召開了兩場的特別緊急會議了 一早也前往了事故現場宣布呢即刻進入了 全國愛道其最新說法 帶您一起來聽 在夜晚的地方 尖大陸入的時候 我放棄好了 有下青春的反韓 有不常在後悼一場的反韓 日本那裡不常有病的反韓 不常人生而不想生於早點 起源於未來的反韓 快變成了 臥氣如何 自己會生於快樂的反韓 快變成了 國政的最優先順位 本件事件的調查和後續方法 您可以聽到 引起月除了道場勘察 也發表了緊急的談話宣佈 全國進入哀悼期 一路到11月5號的時間 接下來我們就要臨線 給一位韓語老師林景宏 老師您好 您好 老師我們就想請問了 這回南韓出現了這麼多的狀況 而且出現這麼嚴重的意外 老師您認為說 剛剛其實引起月有出來 做了重大的談話 您認為說現在南韓政府 後續還要做出哪一些補救措施 還有現在南韓國內的情勢來說 引起月未來 可能會面臨哪些困境 OK好 這次發生在這個 理探院的這個台塔事件 那基本上是一個震驚 這個全球的一個事件 那本身發生的地點呢 就是在理探院 一號出口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他是本來就是聚集很多商家 那這些商家 他有許多的去購物的人潮 那再加上這個活動 他聚集了很多來的群眾 所以基本上 這兩個人潮聚集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會有一個人潮的擁擠的問題 那這一號線他本身出口 這個離探院這個一號 佔出口的地方 他是一個斜坡 所以在這個斜坡上面 會造成這個人群 更不容易站穩 有人跌倒後面 就有一些更多的傷亡出現 那韓國政府他在這一次的處理方式 他 會應該要有一個 就是通盤性的一個檢討方式 就針對這種大型事件 那這種大型事件 他們大型活動每一年都有舉辦 那也造成了很多 這個居民 跟這個 跟國外人士的注意事項 所以他們對於這些 活動 未來活動選擇這個地點 是不是要有一個更容易 人群的一個 出散 或者是人群的動盡的安全的這個 好的地點的選擇 他們也要做一個更進一步的 這方面的判斷 那另外在這個 一個 現在目前 通訊媒體發達 所以一個活動 他要聚集人潮是非常容易 尤其在這種 疫情剛解封的這個時機點 所以年輕人 他們也很願意來參加 這樣子的一個大型的活動 那在這些 超出主辦單位 他們預期的這個 人力的 的時候 機動性的這個 警力 還有機動性的這個現場的人員的安排 配置 還有這個醫護的配置 其實都需要做一個更 更緻的規劃 那這個在韓國目前來講 他們 對於這個踩踏的這個CPR 還有這個 未來這些群眾活動 所產生的這個緊急事件 人民的互助 也是非常重要 到一塊 大家應該有一些CPR的這個基本 互助 請就的這些 技能的基本教育訓練 這是我想在韓國 他們政府跟地方政府 之間 可能都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重新的審視跟規劃 好 其實老師 我們剛剛看到 其實在這個現場畫面 我當時真的人真的非常非常多 很多人可能一瞬間是沒有 吸呼吸到空氣 整個就昏絕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老師剛有提到這個CPR 後續的一些 他的救援的這個動作 其實都需要是南韓政府 未來需要進一步檢討的這個空間 但是呢 發生了這麼嚴重的這個意外狀況呢 其實 多多少少對於這個 總統尹錫悅的施政滿意度呢 可能也會有慘衰的狀況 因為我們都知道 尹錫悅他的滿意度其實不太高 最近好不容易有一點點小幅度的回升 居然又碰上了這麼嚴重的這個踩踏意外 而且這體事件呢 被南韓媒體直接指稱是 2014年4月號 這個郵輪沉沒之後 在一起的重大意外 我們知道2014年的時候呢 南韓的總統是普錫慧 而普錫慧的滿意度呢 就受到當時這個事件重挫了 而這一回這個 李泰院的踩踏意外 會不會以重擊到 尹錫悅的支持度 是 這個 尹錫悅的總統 他一開始他上任之後 他有一些任命的一些 這個問題 然後這些也造成 南韓人民對他的一些 信任感有一點降低 再加上他去國外出訪之後 有一些失言的風波 那 還有目前 全球性的這個物價的通貨上漲 這些在韓國也是一個 通貨膨脹的問題也是蠻嚴重的 所以其實對這個 以錫悅政府來講 他本身就是一個 蠻多困難的一個 這個時機點 再加上我們知道說 韓幣在最近也是節節下滑 所以在韓國的人民當中 他們會有一些比較多的這些恐慌 心裡面的恐慌 經濟層面的恐慌 那再加上北韓 我們都知道最近頻頻發射一些飛彈 那 人民都是希望有一個安定 一個保障自己生命 跟這個生活的一個生活 相信在這件事件 奪走了許多的 人 性命 還有在這個財產的這個安全上面 那我相信說 對於這個以錫悅政府 他的這個打擊 應該是會有的 那我們也看到他們 韓國當局也是 他們的警政單位 還有他們的地方政府 也在第一個時間 都到現場來做一些處理 跟做一些處置 我們相信說 這一次雖然是一個衝擊 相信他們會因著這次的衝擊 在未來的活動 更加的做隱密的規劃 然後 讓他們的活動都可以保障 來參加的安全 畢竟在這個 事件當中 也造成了很多社會上面的關注 我相信 韓國他們未來在舉辦任何活動 會再朝更精密的規劃 然後再更 更仔細的這個安全 來這個舉辦這些活動 老師我們就想要進一步問了 我們剛剛看到這麼嚴重的意外 其實很多觀眾朋友可能也跟 我一樣 有一樣的感覺 就因為大家沒有去過 梨泰院這個地方 你可以再幫我們仔細講一下說 這個現場的狀況呢 是不是真的不適合 塞進這麼多的人呢 以目前來看梨泰院 他的街道 其實他 會成為一個 商店非常伶俐的一個景點 是因為他在1950年 在這個榮山這個地方 還有美軍在住宅在這個地方 那美軍他們 放假的時候就會來這邊消費 所以那時候這個地方就開始 慢慢聚集了一些國外的人士 在這個街道 他是 他算是一個比較 是一個比較 早 早期就已經建構出來的一個城市 的一個 比較我們說 相對於江南 江南他會比較 新蓋的一些社區 或者新蓋的一些大樓 會比較多在江南 那這個榮山這個地區 他的街道本來就不是這麼的寬敞 而且他的巷道分布 還比較 複雜 所以一般 我們會希望就是說 未來就是在 舉辦這種大選活動的時候 是要考量到就是 租占啊 或者是安全性 然後也考量到這一個 便利性 這些可能都要考量進去 那 在這個榮山這個地區 他們有許多的外國商店 也有許多清真室 也蓋了一個清真室 在這個地區 所以這個地區是一個外國人 聚集的一個 蠻長聚集的一個地方 我們不難理解 他為什麼萬聖節的這個 活動要在這裡舉辦 那我們相信說未來 可能可以更多的 瞭解 這整個 安全性 就是 要擺在第一位 他們可能 經過了這次活動的這個經驗之後 未來在規劃上面 會朝更 安全 然後更 精密 然後讓更多人可以 很平和的 來參與的一個活動來做規劃 那是我的 我們的期許 老師其實剛剛你有提到說 這個 黎泰人這個地方 因為拒絕很多外國人 然後這一回呢 其實湧入高達快要10萬人 是不是這個地方 對於 南韓的年輕朋友來說 也是什麼約會聖地 為什麼大家都想要來這個地方 他的魅力是什麼 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他有許多的外國商店 所以選擇性 非常的多 那這也離市中心 其實是非常近的一個景點 再加上近年來韓劇 他有一個 相關於李泰院 周邊的一個介紹的韓劇 或者是電影 針對李泰院 他們發生的這個歷史的電影 那再加上 美軍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這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年輕人 他常常聚集的地方 那在這些歷史背景當中 尤其是異國的文化 我們相信說韓國是一個 從他的文字 你就可以知道他很多外來語 他有一個外來語 所以他們對於外來的這個 文化的吸收度是很高的 你可以從他們吸收了外國文化 在發展成自己的K-pop文化 去影響 國際 去影響 這個韓劇 drama 這個去影響 世界的這個 文化 他們的韓流 這個文化 是擴展的非常快 那我們可以從這一點 看到韓國 他是一個 能夠 廣納各國文化的一個 社會文化形態 這個對於 這個李泰院來講 他們會產生這麼多的故事 產生這麼多的歷史 還有產生這麼多的電影 在這個地方 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相關聯性 那我們也 也很可惜 在這個 這麼多人知道這個地方發生了 這個踩踏事件 我們相信 這個也不是政府樂見的 那我相信未來 在這個地方 他們 應該會讓大家 經過這一次之後 大家可能會對這個地方 會更有 會更有印象 雖然這次的印象是有點可惜 不過我想說 這是一個過程 然後 未來在這個地方 一定還會有一些 新興的活動 或新興的一些 電影或者是 傳劇會產生 那我 我相信未來還是一個年輕人 會喜歡的一個地點 好 謝謝老師了 其實我們講到 離太陽這個地方 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輕朋友 大家開心出門 真的也要注意 平安回家 自身的安全 非常重要了 整體的 韓國意外發生之後 也讓台灣政府 為之警惕 因為接下來 接近年底了 很多大型活動 陸陸續續都會 展開像是 新北耶誕城 跨年活動 而台北大巨蛋 也將要開幕了 如何防範 類似的意外發生呢 台北市長 柯文哲 有最新說明 大巨蛋 你知道 因為本來 我的計劃是 在他們教出那個 我們要合作給他 使用執照之前 空大建議 交給我們那個 室友院計劃 室友院計劃 就要他標籤 會讓你 初步加壓 一開始 他們好像一面前的 來拿那個什麼 每個都大巨蛋開幕 第一站 要打那個大聯盟 當然都沒有火絕料 一開始 絕對不可以做那個 最大規矩 壓力 速度上來 這個有標準的SOP 有信心嗎 有啦 大巨蛋 我是有信心的 別人就不知道 好 柯文哲說有信心 但是接下來 大家其實比較擔心的是 跨年活動 要是呢 今年剛好疫情稍微的趨緩下來 大家都想要外出跨年 人潮異多 會不會出現無法管控的狀況呢 到底現在 我們遇到人潮多的 相關處理SOP 是什麼 我們就拿呢 這個台北市的跨年晚會來看好了 捷運公司呢 遇到人潮異多 通常是會先關閉 台北101附近的捷運站 讓民眾多走一點路 要拉長他們疏散人潮的動線 再者就是警力配置的部分了 也會有防踩踏小組 避免大家卡在人潮當中的時候 爆發意外 1、2、1、2、1 在捷運站前面舉例牌標示動線 透過大聲工指引方向 因為光是台北市政府府前廣場 跨年就將近40萬人潮 雖然地勢平坦 但還是會出動簽名警力 新一分局還有防踩踏小組 要民眾緩步滿行 台北捷運對市政府周邊的站體 都會進行管制措施 向市關閉台北101世貿站 以及市政府站 後車的人潮 可以轉成新一安和站 象山站 或是轉成藍線 拉長民眾的疏散動線 其實如果要舉辦大型活動 要先上官傳局申請 納管人潮 警察局會負責交通動線的疏導 消防局則是要安排救災救護 超前部署 以跨年勤務為例 會有一名的教官 帶同10名的同仁 那在市府廣場 竹武台區南北兩側 會各有一組 來進行安全維護的工作 就怕活動散場 人幾人就像螞蟻卡在中間動彈不得 甚至會發生危險 從捷運分線分流 到警方配置 都得做到滴水不漏 新新聞 招結陳志豐採訪報導 我們講到像這回 南韓發生的踩踏意外 其實算是在國際上頭 蠻常發生的 在10月初 這個月初的時候 其實印尼也發生過足球場的踩踏意外 當時印尼這個意外 造成了127個人死亡 180個人受傷 接下來我們就邀請到了 台灣災難醫療隊發展協會 秘書長 柳玉翰 秘書長您好 主播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柳玉翰 秘書長我們就想請教一下 像是這回南韓發生的意外 還有國際上很多的踩踏 推擠的這個事件 到底發生的原因通常是什麼呢 其實以這一次南韓這個事件 比較明確是他應該是因為在一個很狹小的空間 但被踩踏受傷就很難在脫身了 大概是這次比較明確的一個 很主要的因素 那 當然後面可以再討論到 有關於這個 是不是有一些 壓迫性質疾的因素 或是所謂的知識性質疾的問題 導致了 這個現場很多人歐卡的情形這樣子 嗯 秘書長你剛剛提到了 其實像人潮異多都會有推擠的狀況 但是我們都會想說 就算我們要踩到人 其實你踩到人應該是一個 蠻有知覺性的狀態 怎麼會去踩到人呢 到底這個現場是因為呼吸不到空氣 人太多了 還是說跌倒被踩到 導致這樣死傷的狀況是比較嚴重的呢 我們先分兩階段來看 第一個事情是現場的這個人員 太多件事情 那其實在一般我們大家所認知的是 大型活動 通常都會有所謂的人流管制這個措施 這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那當然因為要牽扯到這個活動 是不是由主辦方去做限制 還是由當地的警方做限制 這個就要在討論 那以這個活動來講 他可能是一個當地的商家 自發現的一個活動 所以可能不是一個很 被我們歸納為很典型的一個大型活動 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主辦單位在那邊 那可能是當地大家已經習慣 就有一個活動在那邊 所以 所以可能就沒有 所謂像台灣在大型活動 會提一個所謂的這個 大型活動的管制措施 緊急應變指南 相關都沒有 那 所以當人潮又擁擠進去的時候 其實很明確的是 現場的人潮已經超過一般情況 我們可以 可以融蠟的這個人潮的狀況 那其實有一個指標很明確 就是一般提到說在 每平方公尺大概是四個人以下 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那當到超過九個人 可能就會出現一些窒息性的問題發生 也就是說現場的空氣很稀薄 那所以會有些人出現 呈現缺氧的狀況 那又因為人潮又很多 所以可能有一些 呃比較瘦小的女孩子 或是男性都可能就是比較瘦小的人 他可能就會造成他 被帶著走 被人群帶著走 沒辦法去 呃 去前進或後退或自己的方向等等之類 那甚至開始出現缺氧的時候 然後他呼喊 但因為沒有人聽到他聲音 導致他這個 被忽視掉他的求救狀況 那 呃 可能當有人一倒地的時候 因為後面人其實看不到前面倒地 哦 這個事很明確就是 你雖然踩過去你也停不下來 因為人太多了 就是那個情況是人是被帶著走的 所以即便你發現了 你都沒辦法去做任何的應變 就是你只能跟著人潮走這樣子 那 加上因為剛提到了有人倒地的 後面的人如果踩不穩就跟著倒地 所以就不會是一個人倒 而是一對人開始倒這樣子 這個其實在 呃 很多的大型場館在說這個人群疏散測試 都會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 所以其實當下是很可怕的 那人群在緊張時又是蠻蟲的 就是 聽到有人喊說有人逃命啊 跑啊什麼之類的 不要推啊什麼 其實都就會出現一些恐慌的政策發生了 所以其實 一旦發生後面就很難去停止下來 就一直被 後面的一直擠上去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主要問題是在於 這個人潮在那個空間太多了 而且是在一個巷弄內 這個跟一般的 呃比較開闊性的空間 是有很大的差別 沒辦法 沒辦法可以散 他無處可去 那秘書長我想要請教說 那因為其實萬聖節活動 在各國都還在陸續展開哦 如果要前往這樣大型場所 你有沒有相關的建議給 要前往這些活動的觀眾朋友 到這個現場要注意哪些事項 或者是自己可以做什麼樣的準備呢 好 其實我們是很慶幸在台灣 在很多的政府機關 都會針對大型活動做一些要求 那我們在大型活動舉辦前 必須準備一些人流管制計畫 必須有一些緊急應變通道的設置 或者甚至是救護站的設置在當地 那所以我們一般會要求在一個 範圍內的人潮 是必須在多少人以下 才比較安全的做法 那這個其實在台灣力點的一些 包含像跨年晚會 或是一些比較大型的慶典活動 都有帶這樣的設置存在 所以比較不會出現在一個地方 擁擠太多人潮進去裡面 這是台灣比較安全的地方 那第二個是其實台灣民族線很特別 就是我們台灣人 其實大家逛過夜市應該知道 我們其實在逛夜市的時候 不喜歡跟人擠在一起 我們喜歡有點自己的空間存在 所以其實台灣人在逛街的時候 都會習慣性 會把自己跟前後人拉大距離 不會造成這麼大的這個擁擠 尤其是像現在疫情期間更是明顯 就是我們已經習慣會有一個 所謂的安全的距離在我們周邊了 所以 所以當 這個台灣像我全天才去台北的一個 那個天母的一個萬聖節活動 也大概是這樣 雖然人潮很多 可是我們都會自發性的跟前後保持距離 並不會造成說跟前後擠到命不可分 那所以當如果你發現其實人潮太多 都到你根本進不去 無法自己行動 必須跟著人潮走的時候 其實就要小心這個活動 代表這個人其實就太多了 那就像剛剛提到的 每坪公司的人數大概是4人以下 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那如果到了4人以上5人 甚至到9人 這個已經可能會造成窒息 狀況發生 其實就不要進入現場了 會很危險這樣子 而是在一開始在選擇活動 說要特別小心這件事情上面 那韓國的案子很明確 是因為他就是一個 可能是畢竟是觀光都市 然後又很多的一個年輕人 在那邊聚集 那大家顯得 要記得看熱鬧 現在就會去下面參加這樣子 那所以如果你但沒有請決心 走到裡面去的時候 你可能就無法脫身了 這是比較 進到裡面的時候 你遇到的時候 可能就要小心 要去做應變的部分這樣子 那秘書長 我們講到了台灣人的特性 比較會保持一些安全距離 但是如果現在這個環境狀況 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你已經到了一個人潮擁擠的 中間的地方 你也出不去了 如果遇到這樣推擠的 這個意外的時候 對觀眾朋友來說 要如何自救 或者在那個當下怎麼救別人呢 好 其實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看到這兩邊 一直有一些不同的一些 所謂好夥伴 或是一些專家 提到一些建議 好 那我幫各位歸拿來一下 其實第一個事情是 如果你本身是在一個 環境被拉到裡面去 但是發現人潮很多 你被擠到無法前進或後退 只能跟著人潮走的時候 那當下其實你就要 如果你覺得 你不想要再參加這活動了 已經有危險的時候 你就要先想辦法 能夠退到旁邊去 當然如果你想要參加 那立東北路 你就是跟著人潮走進去 跟著擠進去裡面 對 那如果你發現這個 其實有點危險的 你想要脫離這現場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是要先 避開主流人潮 盡可能往人潮 比較稀疏地方去閃躲 就是讓自己先離開 這個人潮擁擠的地方 那盡量不要跟人潮反方向 因為其實 之前蠻多案例都是因為有 像那個換鄰晚會 為什麼會出事都是因為 很多是有進有出 等於是從同一個動線裡面 有進去跟出來的人 因為有人可能想要參加 與其他活動就先離開 那有人想要進去往前擠進去裡面 那當這時候就會出現推擠 就會出現一些這個踩踏的意外發生 那你就會被人潮 因為你一下就被帶著走 你就沒辦法脫離 你就會被踩踏了 所以我要先講的是 儘量不要去這個 跟人潮逆行去走 不然像協商是相當危險 是順著人潮去往 閃氣看周邊有沒有一些空間 可以讓你閃躲的時候 脫出再離開這樣子 那當然 像剛剛那環境是比較尷尬 因為他就是一個在巷弄內 他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你去脫散 不然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找一些商家 一些巷弄可以閃進去的 就比較安全一點點 至少可以先脫離比較危險的區域 那後面大概想辦法脫困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遇到狀況的時候 那剛剛提到的是 那如果假設真的不幸跌倒了 你已經被擠到地上了 那其實有一個很重要要做的是 其實要保護自己頭部跟胸腔的位置 就是避免 被人踩到你的頭部跟胸腔背部的位置 因為踩下去你可能就沒辦法擴張胸部 可能就有一些受傷的問題發生 甚至意識喪失 那你可能就會 後續就很難再脫身 所以 當你真的不幸遇到這時候 你被撞倒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想辦法先去讓自己 保護自己的頭部跟胸腔的位置 那 那指示去做調整 用一個比較安全的指示 去保護自己這樣子 那 那當然周邊的人 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台灣人 我們不可能帶大天公在身上 因為太危險 你太大的很難拿 像我個人習慣是 我會讓我身邊的一些 老弱婦孺什麼的 都會帶一些哨子在身上 那其實這個防護也是可以作用 就是說我們在現場 遇到了我們就吹哨子的事情 讓大家知道 這邊有人發生狀況之類的 那 盡量避免大家能夠盡量在踩他過來 這樣 這是第一個可以試看看的做法 做的是 如果一群人一起走 其實也是相對安全做法 不要人太少 因為人多 如果有人倒地的時候 你一群人可以擋在那邊 那甚至做出一些揮舞的動作 一起把這種 這個接在一起 組成一個所謂的安全區 控制那邊 那就會避免後續人 一直往前擠的雙方發聲 所以其實 這種塌塌這種活動 這個 盡量不要這個一個人 或兩個人單獨前往 因為你一旦倒地 根本沒有人發現到你這樣子 大概遇到的時候可以小鮮的部分 那 那再來就是 受困在裡面的時候 其實 如果沒有被擠壓 被後面踩踏 基本上 都還比較有機會脫身 那 那 假設真的很不幸的 真的被擠壓被踩踏 意識喪失了 那被你發現 有人這樣子 那可能真的要想辦法把他 拉到外面做急救 不過我必須說 以這個南韓這狀況 其實非常困難 就是他 他這個環境的因素 後面的人 如果不控制他繼續往前走 大概你都很難去 在第一時間脫身到外面來這樣子 所以 所以可能 我們現在必須講 就是救護現場 如果不安全 很難去做救護 就是當現場人流 一直往前擠的時候 你基本上 不太可能把人拖出來做救援 你只能在現場 想辦法 弄出一個空間 做儲置這樣而已 那包含剛剛提到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這位沒有設置所謂的安全 通道或緊急通道 其實 現場沒有緊急通道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讓救援的人員 進去現場裡面做一些儲置 你只能等人潮散去 想辦法去做救援 這是比較尷尬的地方 所以 所以 我必須說 如果真的遇到 在這種環境裡面 以我個人來講的話 大概也只能 盡可能的去 幫他弄出一個安全空間 然後做救援 但是 但是真的 撥打電話 能夠 119能夠打得通 不會被這個網路 這個盲線占據 能夠撥得出去 然後又能夠 聯絡到救援的人員 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邊 到他真的能夠接觸你 大概都沒那麼快 這個是比較可怕的地方 這樣子 好 非常謝謝秘書長了 秘書長講了 兩個重點 如果大家去參加活動 發現了 現場人潮失控 真的人潮太多的時候 第一個想辦法 脫離這樣的人潮 再來 如果你真的很不幸 被困在這樣的一個人潮 擁擠當中的時候 你要保護好你的頭部跟頸部 非常重要 因為這回呢 南韓的這個踩踏意外呢 就被發現很多死者 他們是全身發紫的 而且胸部還有腫脹的狀況 醫師又認為說 機器人很可能 不是因為被踩踏 外傷致死 可能是被活活擊死的 大飛人潮就像擠沙丁魚 一個貼著一個 韓國離泰院 踩踏意外 傷者多數臉色蒼白 有些死者身上發紫 甚至鼻孔出血 腹部腫脹 醫師研判 是出現窒息症狀 應該就是所謂的 從窒息以後 然後再加上 践踏外傷 所產生的一個情況 因為人體擠壓 活活窒息而死 這款壓迫性窒息 一般常出現在狹小空間 當每平方公尺超過9個人 這時胸部 頸部受到壓迫 導致上腔靜脈 血流不回心臟 不用被踩 光是人群壓力 就有可能讓人無法呼吸 另一種情況就是跌倒了 遭到其他人踩踏 被壓在底下的人 也可能因為胸腔沒有呼吸 窒息而死 避免在人群的中央 同時一併不要落單 一定旁邊要有人互相幫助 如果你也發現 你已經深陷這個人群的洪流裡面 沒有辦法脫困的時候 雙手一定要在胸前 來保護讓自己的胸部 有足夠的空間可以去呼吸 自保方式很重要 一旦不小心跌倒 千萬不能躺平 得立即採取雙腳膝蓋外開 跪地姿勢 兩手環抱頸椎 手肘放在膝蓋上 讓身體呈現三角形 比較不容易被推倒 胸腔也有空間呼吸 等待人潮退去 再趕緊離開 才能保命 今期新聞 吳雅天 洪衛濤 採訪報導